做旋转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旋转 旋转之后他要选物件 选物件选他 按空白键 记得基准点在哪 在这里 就是他的中心点 其实就是 他的四分点 同一点 然后旋转要加复制 所以加一个CEnter 角度的话是45度 所以这边的话请你输入45度 Enter Enter之后呢 各位可以发现 其实为什么要画出第二个原因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我才知道 重叠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因为我要删除 在哪里 所以我们可以 主要其实要删除的部分 我是要删除 其实我主要是要删除的是 哪一条线 其实就删除这条线 对不对 那这条线呢 比较快的删除方法很简单 因为我讲过嘛 如果你有一个起点终点在修剪 就不用按那个空白键 所以呢 圆的话 按下去 其实一个圆就已经有起点终点 你就不用再去 像限流两个一个起点终点 圆的话 一个圈圈 就已经决定了起点跟终点 对不对 你再按修剪 这个时候记得 不要多按空白键 直接 点这个地方 点下去 就吃掉 OK 了解意思 然后呢 再把这个圆 怎么样 把它拿掉 就留下 这样子 那这样的形状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拿它来做什么 做 环形正列 OK 来看一下 环形正列 选它一下 空白键 那基准点的部分在这里 一样在这个点 那总共有几个呢 有八个 所以八个Enter 那360 对不对 按Enter OK 马上就绕出来了 应该了解意思 OK 这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试试看 这一题的话 应该不算太困难 OK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那当然 你也可以试试看 八个 十二个 或者是说呢 我还要给 之前还要给同学 是另外一个变化 你说 你可以 就是向上的 一个半圆 你也可以向下的半圆 也可以做出向下的半圆 很好 谢谢 我可以说 好 很好 很好